实验人员依客户选择进行CDNA或ARNA制备 若有异常,服务人员会与客户联络并讨论相关问题 单色荧光标定以Sci-Fi为主 我们要求荧光标定效率为每1000个荷杆酸上至少有10个荧光分子 杂浆方式使用华联Hi-Bag系统 透过旋转方式,无论进行单色或双色实验都可以有良好的一致性 技术重复的相关性保证达0.95以上 完成实验的晶片,立即以扫描器进行扫描 将荧光结果量化以影像呈现 再利用软体,可将影像资讯转换成可处理的资料格式 如GPR档案 检测服务提供客户纸本资料与一张资料光碟 纸本资料有RNA品质检测结果 样品质被标定结果 杂交资讯表 杂交资料的图表包含Rtable,Histogram,Sketer Plot 与Excel资料栏位说明表 资料光碟内容含瓜晶片的影像档 可下载Gimpix软体后开启 影像的GPR档案可以用Excel开启 含金银探针的原始数据 必用Quantile Normalization进行校正后的数据 与基因探针的生物资讯 校正后的数据 进行Two Group Test的T-Test 得到Effect P-Value与Adjust P-Value的数值 Effect与P-Value的数值可会制成Volcano Plot 藉由设定适当的临界值 挑选有差异基因 差异基因可以进行Pathware Analysis 协助研究学者了解这些差异基因主要分布于哪些途径 样品数目达一定程度以上 可以进行Cluster Analysis 将超异变化类似的基因或样品群聚 协助研究学者将疾病分类或找寻相同的调节机制 基因表现变化可利用QPCR进行验证 不同的检测方法有灵敏度的差异 结果呈现症相关及是可接受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